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2022年9月10日 现在由李东梅为您报道新闻 首先是新闻提要 经人预言 查尔斯上任三个月就让胃给威廉 英皇查尔斯发表演说 威廉凯特 肩负使命 女皇上 时代周汉奉勉 前币护照 换身帽 理真的 白宫出台六大原则 胡锡进 患事评论员认证被撤除 中共叫人中秋就地过节 网民不满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女皇辞世后 73岁的王柱查尔斯终于继位 成为英国国王 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位继承人 但查尔斯的声望远不及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知名灵媒预言 查尔斯可能只会在位三个月左右 便会马上传位给威廉王子 经常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的知名灵媒 戴维斯·Deborah Davis 在去年12月26日接受了每日声报的专访 先前她就因为预言过全球武汉肺炎的爆发 菲利普亲王去世等重大事件 而深受不少人的追捧 在受访时她再次预言说 英国皇室将发生一件大事 并透露查尔斯王子将继位成为新任英国国王 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 戴维斯的预言竟然成真 令众人再次重新关注她当时的完整预言内容 她除了提到查尔斯将会登基 继任为新英国国王之外 她还提到查尔斯在位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最多两三个月左右 不过她强调并不是说查尔斯会过世或出什么意外 只是单纯因为查尔斯不适合那个位置 而且她的妻子卡米拉也不适合做英国皇后 接着戴维斯又提到 在查尔斯存位给威廉皇子后 威廉将成为史上最好的国王 她是百分之百最适合担任这个位置的不宜人选 而查尔斯便会享受她原来的生活 因为做国王之后她可能感到不快乐 另外她还提到 海特王妃也比卡米拉更适合做英国皇后 不过戴维斯还有透露 在这场王权更迭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渡时期 导致查尔斯必须要为此挺身而出 她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场宪法危机 就好像爱德华八世那时候发生的历史一样 9日在全英国为伊丽莎白女皇辞世哀悼之祭 King Charles III将对神文发表演说 伊丽莎白的孙威廉成为皇位第一信伟继承人 威廉和海特夫妇肩负着展现皇室的现代风貌 发生社报导 73岁的查尔斯将和皇后卡米拉返回伦敦 查尔斯的演说将预先录制 她接掌皇位的各行安排 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准备 这个演说是其中一部分 当日新国王将首次接见 在6日刚刚获得女皇任命为首相的卓慧斯 这也是女皇去世前最后的仪式活动之一 齐斯还将和负责登基典礼 和安排女皇治喪仪式的相关官员会面 她还决定皇室哀悼期的长度 估计会持续一个月 而英国政府将进行为期十日的官方悼念活动 期间政府只进行有限的工作 而正式投行为 兼僑工作和工作夫人的威廉和海特 在民间备受爱戴 他们两个以更轻松和个性化的方式 履行皇室职责 现年40岁的威廉和海特 早年在盛安德老师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就读的时候相识 当时威廉是个万人迷 他一来就读 就令这所古老的大学 收到大批的入学申请 2009年 威廉获得英国皇家空军 首构直升机的飞行员资格 他和海特2011年结婚 并育有三个子女 威廉在2017年成为全职皇室成员 和家人移居到伦敦的 Kensington Palace 现在他们一家人搬到温沙 庄园的阿德来德小屋 Adelaide Cottage 从这个星期开始 他三个孩子都在附近的 南部克 Landbrook 师校就读 威廉逐渐承担起更多的皇室职责 包括授予 骑士身份 同时促进各种不同议题的发展 8月 民调公司YouGov 调查显示 在英国民众最喜爱的皇室成员 排行榜上 威廉和海特各居第二名和第三名 仅次于伊丽莎白而世 资深皇室记者 喬布森 Robert Jobson 说 我认为 威廉和海特在很多方面 都像是年轻版的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他们肯定会赋予君主制度一种现代感 这可能是令到这个制度延续下去的必要元素 查以斯的政权 会被视为存位给儿子的过渡期 威廉年轻得多也更有魅力 当然在位时间也会更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王柱查以斯成为国王 这意味着英国从国歌、钱币、郵票、刀户招等 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将随之改变 美国时代杂志 选用了女王在42岁所拍摄的 新披黑斗棚的照片作为封面 法新社报道 未来英国的硬币和紙钞都将印上新君主的潮象 英国君主的潮象也出现在东加勒比海币 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硬币正面 另外英国邮票和硬币一样也引有君主的头像 新任君主头像必须和前任君主呈返方向 警察头盔上的徽章也将换身的 英国国歌歌词中的天佑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将会被换为天佑国王 God save the king 英国护照内叶的文字也将从女王改成国王 独立报Independent报道 硬币上黑人的国王形象是他们一生中唯一可能看到的君主潮象 伊丽莎白二世在位超过70年 共有5个版本的君主潮象硬币在市面上流通 最后一个版本是他在2015年 头戴鑽石皇冠的样貌 这也是他过去在国会开议典礼上的打扮 不过印有英国女王肖像的硬币短期内有可能继续发行 原本流通的货币也可以有效使用 转换成新货币和新邮票的过程是占进式的 未来银行和邮局将逐步回收旧版本 很多人可能将黑有女王的硬币留下作为纪念 另外9日时代杂志封面还选用了女王的黑斗棚照 这是不顿着视替英国女王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时间是1968年夏天 女王当时42岁 女王身着海军上将长斗棚 Admiral's Boat Cloak 站在淡蓝色的布景前面 画面简单而极具力量 她为女王留下了一幅永恒的肖像 时代杂志还在照片的四周伤了银边 这是相当罕见的做法 而女王这张照片出自1980年去世的英国肖像 和战地摄影师不顿着视 Sir Cecil Bitten之手 她曾拍摄过多名英国皇室成员 在她镜头下的皇室成员呈现出既宏大又亲密的形象 她协助塑造了20世纪中期的英国君主形象 白宫近日表示 近年来高科技平台的崛起 为美国人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 因此白宫在酝酿了几个月后 出台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六大原则 据悉 白宫在9月8日提出了这六大核心改革原则 包括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 为美国人的隐私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 为孩子们制定更有力的隐私和在线保护措施 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 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度 停止歧视性的算法决策 白宫在8日的记者会上说 从同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的暴力行为 到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到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受到大大小小 科技平台崛起影响的基本权利 而这六条原则 与专家和从业人员在白宫会议上 确定的对六个关键领域的关切有关 包括竞争、隐私、青年心理健康、 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包括性剝削在内的非法和虐待行为 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 白宫发言人8日表示 这些原则是政府几个月来工作的成果 白宫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规 近日国会跨党派议员聯合提出一项反垄断法 只在加强对面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 这四大科技巨头的控制 外界分析这些巨头的好日子恐怕要结束了 9月8日有人发现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 胡锡进的微博等所有社群账户 其《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的认证不见了 其账户的简介就代之以资深媒体人 外界认为胡锡进可能最终沦为 佩洛西访台事件的犧牲品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胡锡进的微博帐户有2475.5万粉丝 他从《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职务退休之后 继续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评论时证 在佩洛西8月3日访台前 他叫嚣说要伴飞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消灭美国航空母艦 但见佩洛西不为所动 就又说那便让他去台湾了 这个极大的反差重伤中共小粉红的心 成为全球笑柄 曾经有网友说 霍士新闻引述胡锡进推文 说佩洛西访台如果解放军战机阻拦无效 可以击落坐机等等 记者要求白宫发言人对这个恐吓作出回应 请注意作为非美国人的外国人胡锡进 可能会因此野上官司 佩洛西可以提告美国政府 也可以提出抗议甚至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客名单 设计不可妄语后被抛弃 胡锡进的高级客全世界都知道了 将习近平放在火炉上烧烤 习近平成了佩洛西访台事件的最大输家 关键是怎么能放任胡锂盘高级客 被语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 网络研究者周柱光表示 胡锡进的放话背后可能有官方推手 中共这样可以进可攻退可守 如果没有了面 胡锡进就成了代罪羔羊 从而走上没路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临 持续实施清零防疫政策的北京政府就如临大敌 紧急呼吁各地民众就地过节 封控下的民众就怨声再度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在国际社会早已放松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之制 北京就依然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 目前中国多个出现新感染病例的城市 仍然在实施封闭政策 报导说9月8日 中共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跨省流动人员出发前 和到达目的地后 必须接受核酸检测 卫健委倡导民众在即将到来的中秋 长周末假期期间 尽量减少跨地市出行 应就地过中秋 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导说 这一轮重燃的疫情 是过去两年中涉及城市最多的一次 已经影响到一百多个城市 在成都、桂阳、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宁等多个城市 很多居民被从家带到了由政府管理的大型隔离设施 其中有些城市实施局部或全面封锁 已经超过一个月 自上星期以来 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被要求原则性居家隔离 上海和北京也有疫情重燃的迹象 雪上加霜的是 这星期四川发生了6.8级地震 令封锁下的成都人生活更困难 成都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 相对地震救援而言 政府似乎更重视新冠防疫工作 桂阳有居民表示 周末宣布封控时 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说电梯突然被关停 他们通往楼梯的通道又锁了 一位贵州用户在微博上骂 他已经没办法拿到食物了 他说我查了网上所有的主要配送平台 没有人送货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